台湾的政论节目 有新华社中共派人来盯梢 民进党团开记者会 也有陈玉珍立委在旁边盯梢 就是盯梢这两个字 让陈玉珍完全炸锅 请你不要点凝我 你点凝我 我叫我回答 你点凝我 我叫我回答 什么叫我在盯梢 什么叫我在盯梢 你先跟我道歉 你怎么做我盯梢 你不要做盯梢 你先跟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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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珍轟爆吴思瑶 还一度要拍桌要求吴思瑶道歉 林楚音则忙着按尖叫机 让场面又吵又乱 接着李燕秀和洪梦凯都来了 你一直在针对我 我听了吗 我跟盯梢说我都不知道 你人家说我有事吗 他要针对他 你人家说我有事吗 他今天不听我表示吗 你针对谁 你看 你要怎么讲话 你不要看他就像故意 你私下说话 我们可以 你机会侮辱到我们的每一队人 陈玉珍 一一打四杠上绿尾 二十分钟毫无冷场 只是有没有钉烧 画面会修画 陈玉珍当事人就站在党团办公室外 旁听庄瑞雄的说法 没插嘴任何一句 这时林楚音还拿手机反拍陈玉珍 陈玉珍也没说什么 却被吴思瑶扣上钉烧的大帽子 陈玉珍忍不下去 他竟然吴思瑶在那边造谣说 我在那边钉烧 你们开记者会公开的 怕人家在旁边听吗 吴思瑶不要一直造谣好不好 你现在把国家左向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样子吗 是怎样 以后这一块只有国民党可以走 那一块只有民进党可以走是不是 旁听变成钉烧 民进党要造谣 鸡门坦克根本没在怕 要站来站 你不要给你我 你不要给你我 站在我国内 我站在这里 对你废物银 接下来是许文显的女神佑台北报道